坐下 坐下 好 自己就躺压 哦 直接就躺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又到了跟Coco见面的时间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Coco已经学会了 坐下 然后呢 趴下 手 这三个训练对不对 那其实Coco还有一个训练不会就是 棒 然后呢让他这样 四脚朝天这个 他现在还不会 所以今天呢 小玲 难得有时间 所以呢就决定训练Coco的 棒 到底Coco能不能顺利学会呢 就跟着小玲一起去看一看吧 Go Coco 你的零食 嘿嘿嘿 开始咬尾巴了 好了 那过来吧 我们来学习 棒呀 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赶紧来开始Coco的 棒 啊 训练 好了 先让我们拿出这个Coco最喜欢吃的零食 很香很香 很香 Coco喜欢吃的 等一下不能抢哦 这是这个 好 现在呢先拿出一点点吃的 Coco Coco 哦 坐下 要先坐下哦 坐下 好坐下了 趴下 趴下了 好现在呢 在趴下的状态下 然后这样 转转转转 转 再转一点 现在这个转过来了 好在这个时候呢 喂他吃 哇 真棒真乖 好 他现在就已经可能吃到了 转过身来就吃了 坐下 趴下 转转转转转 哦 没错 棒 好再来 已经趴下了 转转转转 棒 再吃 有吃的啦 棒 棒棒棒棒 棒 哦 其实Coco真的不是很喜欢把肚子对着别人的 看来这个临时的诱惑还是很大的 他下 转转转转转转 哦 真棒 Coco 咦 咦 坐下 不行哦 坐下 哈下 然后呢 顺着这个 可以翻转过来的位置 让他完全的翻转过来呢 再给他吃 真乖 好 现在呢 要挑战手上不拿吃的也让他能够翻转 好 还是先给一点点吃的 哈下 翻转转转转转 过来 真乖 好现在手里没有吃的哦 哈下 会会会会 会 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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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看来还不行 好 还要再有吃的 要让他呢不断的形成这个条件反射 哦 他现在已经保持这个状态了 让我多给他吃 棒 棒 棒 哦 棒 哇 感觉现在又成功了很多 他现在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好 现在手上没有吃的 现在手上没有吃的 棒 棒 嘿嘿嘿嘿 好 那到底能不能让他 就在这个一个站着的状态 然后 棒 就让他 啊 这样子呢 我觉得应该还需要一个过程 好那 我再训练一段时间 撒下 趴下 棒 撒下 他才知道 啊 原来棒 然后就是四角朝天的话 就会有吃的 这样呢 对这个训练就很有帮助 他现在直接保持这个姿势 有没有 正可爱 真可爱 好像 棒 棒 棒 哈哈哈哈 看一下 棒 好现在呢 离Coco的 棒 训练呢 已经有大概 一个 一个多小时了 一两个小时 就是一直不停的 在训练这个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一连串动作吧 哦 哦怎么回事 我还没给他 直接就趴下了 好 重新来 你要做一只有骨气的梗 哇 有骨气的梗 哈哈 棒 棒 棒 哇 成功 棒 哇 成功 还是 还是 直接在这个状态哦 现在站着状态 棒 我们看一下一连串动作是什么 坐下 坐下 手 手 拍下 棒 好 这个呢是 一连串的动作 但现在呢 它可以直接跳到 棒的这个程度 棒 棒 哇 成功 今天的狗狗大作战 棒 训练 成功 好了 今天呢小林就完成了 Coco的棒 训练 怎么样 大家看的很有趣吗 如果大家还想看Coco的其他日常小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还有呢小林玩具APP最近出了非常多林可家族的周边 可以去逛一逛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Coco 拜拜 棒 各位小林玩具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安徽省富阳市的一名小学生 哦 月儿的家乡 今年呢生了六年级 还是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对了我忘了说名字了 我叫王露瑶 我的名字和很多人聪明 而且那些聪明的全是女生 有的没见到我的 他们常常以为我是一名小美女 其实我是一个帅气的小帅哥哦 哦 而且他还送了我们这个野菊花 是专门泡茶用的 希望我们能喜欢 哦 超级谢谢你的野菊花 我们一定会拿来泡茶用的 各位亲爱的小枫林们 如果你们有话想要对林可家族说的话 可以写信到下面的地址哦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